再来换一个话题 最近在山西运城有一名八岁的女孩在街边玩耍的时候 不幸被一只凶猛的藏鸥给扑倒撕咬了 而兼顾视频记录下了当时的全过程 当天中午十二点多 在山西运城的龙居镇兆村 这个小女孩正在村口玩耍 却不料突然窜出来一条大藏鸥 一下子把女孩扑倒了 小女孩挣扎一会儿就不行了 就在这时一个骑着摩托车的村民恰好经过这里 于是她迅速冲了上去 用车撞了几下后脏鸥并没有撒嘴 随后女孩被送到了医院救治 女孩受伤部位位位于大腿腹骨沟处 经医生手术后已无大碍 感谢观看